我之前 就找龟司聊过 续长约 重新装修的事情 但是你们不同意 但是现在对不起 换我们不答应 管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了 两位 我们没见莫莉总 生病了 她上个月离职了 新来的BD总监 今天刚好有事来不了 所以就让我跟 Peter总一起来听一下 回去之后 我会尽数转达给总监的 没关系 Ladya不在的话 我跟你聊也是一样的 不过 我们已经拒绝跟TL合作了 邮件都发过去了 你们新天又来 是想谈什么 广文 怎么说 你也在TL待过那么多年 多少对这个品牌 还是有感情的 而且我会做过你的领导 这点面子总该给吧 人如果一直 人如果一直 往回看的话 是永远经过不了的 我今天叫你一声 Peter总 是客气 和尊重 您千万别想多了 从商务谈判的角度来讲 你是乙方 我是甲方 大家最好把位置 摆摆清楚 好 你不讲情面 你们万利这么大的公司 总得将你道义吧 你们商场不好的时候 求着我们续 怎么着 你们现在万利又提升了 想帮我们一脚踹开 你们最起码得 有点知恩图报的自觉吧 商场开门是做生意的 不是做慈善的 来 马上把您的数据 报给皮特总听一下 今年三个季度 行经商场客流近乎翻翻 销售量增长了百分之七十六 客单价上涨了百分之二百三十一 TL的月平均销售下滑百分之十四 静电客流跌了百分之十一 在大环境变好的情况下 天然有的业绩孤伤反降 Linda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品牌的客制与产品 与商场不同 这跟品牌有什么关系 是我们的店铺形象不佳 你们引进的品牌 都是全新的店铺形象 我们现在还只是 临时店铺的简单装修 这生意当然会受影响 你答应跟我们续个长约 我们公司自肥烦心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 既不可失事不再来 我之前就找官司聊过 续长约 重新装修的事情 但是你们不同意 但是现在对不起 换我们不答应 你们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合约就到期了 还是赶紧想想 车店的安排吧 我还有事 这才不江子 请你准备 门 门 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